我脸书大部分都是比较偏蓝的一些脸友 我们叫脸友 然后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术语说 我又出来了 我又可以发言了 我又可以按赞了 我那时候百思不得其几 说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常常被人家检举 所以他就被检举之后 常常两礼拜或三礼拜 不能够发文 不能转贴 不能按赞 最近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而且非常猛烈 您自己遇到 我自己遇到 我是连续两次 被两个礼拜不能贴文 我都不知道 这一回更猛贺难 我前一阵被通知 我到2月18号以前 都不可以再贴文了 2月18号是 台湾的领导人大选之后了 然后也不可以再 所谓您刚讲那些社团 再发言 也不行 都不行 也不可以转贴 也不行 我说我是做了什么事情 我在脸书上 有写了一些三色星的吗 还写一些违反社会 善良风俗的吗 没有 就是据说就是被检举 同样的回到这个议题 脸书是说 你可能有人用假账号 是如此类的 反正他只要给你一个 这个我们叫莫须有的罪名 他就把你整个的账户给停了 你知道现在 包括媒体 包括这些所谓的脸书 这些网站 对整个的社会氛围 影响非常之大 大家都认为 因为这个脸书到台湾 它的经营者 大家认为是偏绿的 再加上美国的 这个老板是美国人 大家认为说 这个脸书对台湾的 这些在野人士 是极不友善的 所以你看这次脸书下重手 发现说 我一个一个这样子 那帮你设限 郑佑平老师 哎呦 你这个发布 一个一个设太慢了 干脆把整个群组 给你解散掉 快一点 就这么回事 我在这些地方 来看看